大家好 我是文瑞 刚刚结束了今天的这个行程 回到了这个圆山大饭店 怎么说呢 就是来的时间不是很长 就是一两天的时间到台湾 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我感到特别的开心 然后呢 还有一些事情呢 就是让我感觉到惊喜 今天呢 就是反正我现在就是很开心嘛 也睡不着觉 我就和大家来分享 分享这些事情 怎么说 这事就从这个昨天搭乘 中华航空开始说起 就是在搭乘中华航空的时候 当时我刚上飞机的时候 因为我出示的是韩国护照嘛 然后那空姐就跟我说英文 后来我说我会说汉语 然后她马上就跟我说汉语 特别的亲切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事情一下子 就是就让我想起了 以前在台湾的那些记忆 你知道吗 就是上次来台湾 那都已经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觉得 好像是台湾人很亲切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种记忆就变得很模糊了 然后看到这个空姐的热情 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然后就是吃这个吃饭 他们在这个飞机里面吃饭 你知道 然后就是要的牛肉拌饭 韩国牛肉拌 非常的这个好吃 这食材非常的好 然后后面又给了面包 又给了就是什么干果 又给了水果 后来又给了一个冰激凌 后来又给了这个蓝莓的那个饮料 这个事情本身也是一样 一下子让我互相起来台湾 当时我到台湾那个时候 就是那些丰盛的那些美食 这种感觉就是让你产生了非常大的期待 那种美好的记忆 就一下子就回来了 然后就期待 期待以后呢 这不就到了台湾了 到了台湾以后 当然我坐大巴 进展大巴 到了圆山大饭店附近 然后我要去圆山大饭店 当时要需要打车 然后需要问路 然后呢 就遇到一位女士 就给我讲的特别特别的详细 你知道吗 就是还是 但是因为去上次我来台湾也有这样的经历 他就给我讲 就像跟家人讲一样 就像跟这个朋友讲一样 讲得非常仔细 就是说语速也很慢 你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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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告诉我 你要过了这个天桥 然后打车会更便宜 如何如何 直到他觉得很放心了 他才走 就是特别的感动 你知道 特别的温暖 我真的来到台湾 就这种感觉 然后呢 就是到了圆山大饭店 到了圆山大饭店以后呢 晚上有一个晚宴 在晚宴上有人说 你是不是想讲和这些大卫们的故事 这个呢 以后留着我单独讲 因为这两天一直要跟这些大卫们在一起 然后在这个晚宴上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这个可以说 真的是让我很惊喜的 这么一件事 是什么事呢 就是当时晚宴的时候 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就是说很有能力的 对吧 人士 我呢 我自己有真的有自知之明 我不论是学识能力 各个方面就是真的很普通 就相比之下 我觉得我就是一朵这个绿叶啊 然后我就就老老实实坐在一个地方 然后看他们就说呀 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在就晚宴当中呢 就是有一位先生 就是曹兴成先生 曹兴成先生 他也来了 然后呢 就是他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赞助的人士 很感谢他 然后呢 就是我很想 其实很想跟他沟通一下 这个曹兴成先生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认识我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呢 我也不能贸然去打招呼 因为很多人想跟他这个沟通嘛 然后我就默默的看着呗 对吧 然后整个这个晚宴快要结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我自己真的都没有想到 然后曹兴成先生就直接直接走到我 走到我面前 直接叫出我的名字 文睿 他说我特别的惊讶 我说我没想到他真的能知道 我真的我真的挺惊讶的 然后呢 就过来以后呢 就跟我握手 然后呢 就哎 马上主动提出要跟我交换这个联系方式 然后加好友 加完以后呢 他还给我发一个信息 让我给他也发一个信息 确认啊 确实加上好友了 他才这个 就是说放心 这个让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 然后呢 正常他来了以后嘛 就是说 他是这个 就是莲花电子的创办人嘛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我这频道有一个特色 就是经常谈这个芯片方面的内容嘛 然后我就跟这个曹先生 就提到了芯片方面的内容 然后他就说了 他说我看了你的一些相关芯片方面的这些内容 他就对我进行了一番称赞啊 哎呦 当时我这个心情啊 就特别特别的这个好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整个完全没有想到是这样 他不仅知道我 而且还要跟我主动跟我加好友 而且呢 还对我 对台湾芯片产业的一些看法 给予了这个 就是说 呃 肯定的评价 这不是 他是属于这个 就是说 芯片产业 那是非常厉害的风云人物 哎呦 我当时我真的是 真的是很惊喜啊 对于这个事情 对 这个就跟大家这个 就是简单这么沟通一下啊 这个事情 然后呢 就是还要说一个就是吃饭的 刚才我们提到在飞机 飞机上吃的那些 那只是 只是一个这个开胃菜 真正到了这个 我们晚宴的时候吃的那些东西啊 哎呦 这个这个怎么该怎么形容呢 这个事 就是让我想起 上次来台湾 就是当时我去吃自助餐嘛 大家可能有印象啊 很多人 就是感觉 就是台湾就是在说啊 我们这吃的东西非常多啊 你们来吧 请随便品尝 就这种感觉就是非常这个这个丰盛的这个晚宴啊 主要他那个食材都特别特别好 真的真的是这样 然后呢 这里面其实发生了一件事啊 这个是我上次来台湾没没有遇到的一件事 就是上次我来完 就是主要是自己吃饭嘛 当时有一个朋友过来吃饭 也是在吃自助餐 就是就是那个用筷子夹的这个问题 就在韩国大家一起吃饭 大家那个掐 随便都可以拿自己的这个筷子去夹夹这个菜 大家都没有问题 但是台湾这边呢有一个公块 就是公共的筷子 就是你要去夹菜的 你必须用公块去夹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好 但是我我没有这个习惯 然后别人提醒我啊 我一下子意识到非常不好意思 但过一会又忘了 就是这样啊 就这个这个这个谈不上是惊喜了 就是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啊 我得警惕一点这个事情 但是其实今天又犯这样的错误了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 这是一件事 然后呢就是啊这个整个晚宴结束以后呢 就是收到了一个小礼物啊 大家看一看就这个这个小礼物 这个字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 就是觉得特别的挺感动的 就是主办方啊发的一个礼物 主办方是这个台北市姓民协会啊 然后协便协办方是亚洲公共文化协会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 然后它上面有有几个字 我给大家念一下 就是啊 2024年一月台湾大选 全球华文自媒体官选活动 然后中间有三三行字啊 中间有三行字 我给大家念一下 相信人民 信仰民主 信赖民意 是这样的一个小礼物 我上面有个有一个台湾岛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就是说这这我还头一次 就是收到这样这样的礼物啊 非常精致啊 非常感谢这个主办方 然后呢就回到了这个酒店 其实我因为我刚到酒店之后 马上就要去参加这个晚宴 所以说中间就很匆忙 酒店也没有怎么看 回来以后呢 大概十一十一点 十一点十点左右了 又看这酒店 哎呦 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就是我是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这个这个真的 就是就是我自己住 也不能说住不起 但是真不舍得花这个钱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 感谢就是赞助方 也感谢这个圆山啊 大饭店 圆山大饭店的这种赞助啊 就特别特别感谢啊 呃 然后呢 就是时间就走到了今天啊 今天的话呢 呃 这个谈不上是惊喜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非常非常好 就是啊 有很多台湾的 这里就不细数了 一些台湾的一些相关人士吧 就给我们讲解 就是台湾的这个历史啊 哎呀 我听的就特别的 而且我对韩国的历史是比较了解 特别是近代民主化的这个过程 然后跟他们就是问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台湾的这些人 他们始终用那个非常非常平和的那个语气 而且非常细腻的给我讲解 确实今天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啊 对台湾的整个历史呢 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然后对于现状呢 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这个理解 然后呢 晚上又去吃饭 还是那种感觉啊 台湾 我们只有很多很多的美食 你们来吧 然后 就是说 今天还是有一个笑话 他们叫叫玉 吃了一个东西叫芋头吧 芋头 这个东西我真的听说过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给我讲解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这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啊 就什么呢 吃了一道菜 这套菜我们都没看出来 然后他们就是 呃 当地有 他们给我 请我们吃饭的就给我讲 这是一道什么菜呢 是鲨鱼的肉 这个确实让我很 很意外呢 鲨鱼的肉 这这真的是 头一次吃 然后在这个宴 这个宴会上又出现 那个公块的那个问题 这真的真的注意一点 等等吧 就是 今天过的是 特别开心 昨天也是非常好 然后呢 真的是很感谢很多台湾的在地的这些朋友吧 也感谢这个主观主办方的这种招待啊 我跟主办方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沟通就说我呢 诚惶诚恐啊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能力各方面还是很有限吧 得到大家这么热情的这个招待呢 真的是 反正他们他们主办方就说他们是他们选这些自媒体大为他们也是他们通过真选吧 然后选中了我在他在韩国嘛 他说啊 你给我很大的这个鼓励吧 整体呢 就是这集呢 就跟大家这个聊这么多哈 然后后期在台湾我相信还会有很多很多非常美好的故事 然后到时候再跟大家一点点这个分享这部内容啊 整体这一集呢 就说这么多啊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